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Peggy 张佩芝 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2013年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排行榜 欧普拉名列榜首 福布斯杂志用46个特质 对超过7500位名人的影响力进行调查 调查人员表示 每个人对影响力的定义当然都是不一样的 不过大部分的人把它定义成 一个名人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一起来看看 根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48%的美国人认为欧普拉非常具有影响力 让欧普拉连续两年登上福布斯最有影响力的名人榜首 欧普拉在2011年结束了他主持了25年的欧普拉温夫雷脱口秀 随后他开辟了欧普拉温夫雷电台 主要播送针对女性口味的电视节目 不过欧普拉自创的电台从一开始收视率就不理想 但是最近几个月开始出现转机 排名第二的是电影导演史蒂芬·史批博 47%的人认为他很有影响力 第三 第四 第五名也都是重量级电影导演 第三名是马丁·史科西斯 第四名是朗霍华德 第五名是指导星际大战系列电影的乔治·卢卡斯 排名前十名的名人还包括美国最著名的电视医生 奥兹代夫Dr. Oz 老牌电视节目主持人巴巴拉·华特斯 以及非常关心公众事务的YouTube主唱Barno 但是福布斯杂志表示 一个人很有影响力并不代表他很受欢迎 35%的人认为美国电视名人和地产大亨川普很有影响力 但是只有15%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受人喜爱的名人 美国南方音乐节South by Southwest 最近在德州奥斯丁举行 这个音乐节成立于1987年 当时由于奥斯丁和其他许多重要的音乐城市距离遥远 而奥斯丁音乐人士希望不只能和美国其他城市的歌手和乐团交换意见 也希望吸引世界其他的歌手和乐团到奥斯丁表演 谈生意 于是开办了这个音乐节 今天这个音乐节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地区音乐节之一 除了来自美国各地的歌手之外 还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歌手和乐团前来表演 他们不只来表演也来谈生意 希望能够借此扩展在美国的发展机会 来自英国的民俗乐团Skinney Lister在德州奥斯丁的街道上表演 吸引了许多民众捧场 从英国连续两年长途八射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花费很大 但是乐团吉他手丹尼尔说很值得 去年我们来这里时 我们在六街上的一个酒吧表演 之后就被一个美国唱片公司看中 和他们签了约 在南方音乐节期间 你不但可以听到美国音乐 还可以听到来自欧洲 非洲和亚洲的音乐 参加音乐节的乐团大约有八百个 其中有一半的乐团是来自其他国家 今年最受瞩目的是韩国流行乐团 许多人排队等着看十一个来自韩国的团体表演 其中包括摇滚乐团银河铁道Galaxy Express 银河铁道的吉他手和主唱蒲中玄说 音乐是共同的语言 大家都很喜欢摇滚乐 很狂野 要穿上皮夹克等等 他说他很高兴在南方音乐节上 认识各种各样的粉丝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 很多粉丝 大家交朋友一起聊天 来自休斯顿的戴维和亚历克斯是粉丝 我只听韩国音乐 我以前住在中国就连在那里 韩国流行音乐也穿势着市场 韩国流行音乐简称K-POP 最近在全世界流行起来 很多人是通过YouTube爱上这种音乐的 韩国歌手赛的江南style提马舞 成为YouTube有史以来点击率最高的视频 告示牌杂志韩国版CEO克雷顿金表示 现在韩国音乐产业会适时针对出口需要 韩国每年推出50到60个新歌手 不是所有人都被接受 但是韩国流行乐 已经越来越被韩国人以外的人所接受 当韩国经纪公司在设计流行团体时 他们会考虑到国际市场的需要 不只是韩国市场 来到南方音乐节表演的外国乐团 在这个音乐节结束之后 还会到美国的其他地方进行表演 希望能够借此扩展美国市场 以往来参加奥斯丁南方音乐节的 时常是等待被发掘的独立乐团 但是近几年来 这个音乐节已经越来越受到 主流歌手的注意 为今年音乐节进行闭幕表演的 就是80年代美国流行乐 代表人物之一 王子Prince 他演唱了三个多小时 表演了他著名的歌曲 《1999》和《Purple Rain》《紫语》 主办南方音乐节的奥斯丁 是一个和德州其他地区 很不一样的城市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保守 奥斯丁以作为一个怪异的城市为荣 当地企业团体还打出 让奥斯丁继续怪异下去的口号 他这样的特质吸引了很多环保人士 知识分子 同性恋人士或文艺界人士前来定居 那么奥斯丁为什么把自己 称为一个怪异的城市呢 文森特住在德克萨斯州首府 奥斯汀城南 他家的后院里到处堆着废旧物资 但这里不叫垃圾堆 叫垃圾大教堂 我喜欢这地方 很棒 垃圾大教堂项目 从1988年启动到现在 累计接待游人超过10万 它已经成为奥斯汀著名的景点 文森特也因此获得垃圾大王的绰号 从小孩到老人 每个人都喜欢 好像每个人的记忆里 都跟不同的物件有联系 文森特和他的垃圾大教堂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 奥斯汀的文化形象 乔舒亚·朗恩是学术著作 《怪异的城市》的作者 他目前在瑞士的一所大学任教 这是奥斯汀的宝石之一 最重要的景观之一 奥斯汀有很多这样的景观 它们让城市怪异起来 从而吸引很多人来这里 根据朗恩的研究 奥斯汀的怪异特性 大致形成于1970年代 当时这里的格局 基本上是以德克萨斯大学为核心 再加上州政府机构 从规模上看 只算是一个小城市 过去20年来 奥斯汀已经快速发展成为 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戴尔电脑和全时超市 等知名品牌都以此为家 经济起飞以后 有人开始担心 奥斯汀的文化身份 还能不能够继续保持 文森特是奥斯汀能否保持 怪异的一个标志 垃圾大教堂继续存在 是个很好的信号 因为奥斯汀关注城市的 这类文化传奇 比如西汉旧货商店 它已经营业20年 商店的面积不大 只有25个摊主 他们经营的商品中 确实有很多西汉 我特别喜欢那些 日常家庭生活中 很实用的物品 手工制作的 你看这个是洗把 从前人们用它洗衣服 它也是个乐器 在乡村民歌乐队中 有人用水罐 有人用洗把 它可以提供节奏 史蒂夫还收购别人的家信 我经常想到你 一直都是这样 史蒂夫打出的旗号叫做 古董怪僻 好奇的商品 它们都是独特生活的原料 我想我们这个店子 与奥斯汀的形象 完美地吻合 我们是奥斯汀之所以怪异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旧货市场体现出的活力 是奥斯汀独有的 我们为奥斯汀的怪异 做出了贡献 读书人书店和滑铁卢唱片店 位于同一条马路的两边 它们是奥斯汀文化界的两大支柱 奥斯汀需要什么 我们就提供什么 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专场 我们的焦点 都是让奥斯汀能够得到展示 它们开辟专柜 为本地作家提供展现才华的窗口 它们还定期组织社区活动 以各种方式让作者与读者的联系 更加密切 凯莉长期从事儿童音乐教育 她刚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 我喜欢这里的创造性气氛 艺术的和音乐的非常活跃 在数字音乐下载大行其道的今天 滑铁卢唱片店得以存在 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奇迹 我们这52个有才华的雇员 都非常懂音乐 这是我们成功的原因 我认为这个地方 是世界上最棒的音乐卖家之一 为本地音乐人提供舞台 是滑铁卢的另一项使命 德克萨斯音乐 很容易在这里找到家 几年以前 读书人和滑铁卢联手发起了一次 保护本地产业 不被全国性连锁经营侵蚀的活动 他们打出的口号就是 让奥斯汀一直怪异下去 美国万化统记者方正 李木白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采访报道 美国从1919年开始禁酒 到1933年12月正式解除 1933年3月22号 当时的总统小罗斯福 重新开放民间贩卖 啤酒和葡萄酒 算是解除禁酒的第一步 今年也是美国解除禁酒的80周年 在今天的一周历史亮点时间 几位历史学者要介绍 美国禁酒和重新解禁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 维吉尼亚州酒类专卖的情况 80年以前的这个礼拜 美国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当时美国正处在 非常严重的经济萧条中间 这个礼拜罗斯福总统就下了一个命令 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对酒类征税 这意味着美国当年的禁酒法开始结束 从18、19世纪开始 就有不少禁酒的呼声 大量饮酒出现了 就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 我们知道家里有醉酒的 然后有丈夫打妻子打孩子等等 所以19世纪上半夜 已经开始不少妇女 就自动开始组织禁酒运动 1849年 爱尔兰出现了土豆危机 这爱尔兰的人 三分之一都移民到美国来 他们到了美国呢 就聚居在大城市 波士顿、纽约等等这些大城市 在城市里开始开酒吧 开始饮酒 那么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 他们从宗教上吧 跟原来的新教徒也就有相当的冲突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说大量的饮酒 那个醉醺醺醺的人 那么这些农村的新教徒 看不惯等等 就出现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第三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的很多酿酒的公司 是德国人开的 那么在反德情绪中呢 这又为这个敬酒呢 加了一把力 所以后来呢 1919年呢 就通过了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 不许生产 不许贩卖 可是没有不许喝 所以喝酒的还不少 那酒从哪里来呢 大量的私酒 就从加拿大运到美国来 卖私酒的中心 就是芝加哥 如果芝加哥的大量的犯罪集团 和犯罪人那个传统 是当年禁酒把时代留下来的 而在南方呢 就普遍出现了很多 他们叫Munshan 就所谓酿私酒 禁酒法施行了几年之后呢 就发现不行 所以呢 就又开始了 取消禁酒法这个运动 小罗斯福总统的考虑 不仅仅为减轻民众 在大萧条时期的痛苦 同时也为了增加政府税收 在禁酒之前 政府大约14%的收入来自酒税 此外还有工作的考量 圣路易斯等城市 一直是生产啤酒的重镇 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开工 1933年4月初 小罗斯福将啤酒合法化之后 圣路易斯酒厂 立刻送了一箱啤酒到白宫致谢 小罗斯福本人喝酒是社交性质的 在白宫每天下午5点 他会举办所谓的儿童时间 他这个时候调鸡尾酒和马丁尼 给大家喝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很喜欢 这个时间禁止讨论政治 因为他想完全地放轻松 禁酒法案之所以充满争议 也因为有钱人可以在1920年之前 购买大量的酒 储存在酒窖里 在敬酒之后饮用 这是合法的 但是工薪阶级负担不起同样的做法 在敬酒之后 他们就买不到酒了 如果有钱人能够喝酒 但穷人喝不了 这其实就是一种阶级歧视 小罗斯福取消对啤酒的禁令 让工薪阶级在一天辛勤的工作之后 能够喝上啤酒 这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 人民希望新总统能够带来变化 关心他们的需要 因此小罗斯福的这项政策 受到广大的欢迎 今天在这个地方呢 是福吉尼亚州的一个酒店 福吉尼亚当年的州长 是非常反对取消禁酒法的 但是呢在宪法修改以后呢 福吉尼亚州议会说 要进的话呢 生理都跑别的州去了是不是 最后他们的方案是 本州不许私人卖烈酒 啤酒可以卖 葡萄酒可以卖 可是凡是烈酒呢 都要由州里头专卖 所以到现在70多年了 福吉尼亚州的所有的 卖烈酒的酒店 都是福吉尼亚州政府管的 这州政府的财产 福吉尼亚州的酒铺有三种类型 A级店的年收入在100万美元出头 B级店的年收入在150万美元以上 C级店的年收入大约是400到500万美元 在卖酒的时候 我们严格检查客人的身份 法律规定必须要21岁以上 才能买酒 客人只要看来在30岁以下 我们就一定检查身份证明 我们也不会卖给看来已经喝醉酒的人 我们不希望他们开车发生意外 还有一种人不能买酒 就是由法院禁令的人 我们所处的北福吉尼亚州 人口组成非常多元 我们卖很多韩国酒 这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受欢迎 还有很多人喜欢调味威士忌 另一个热卖商品是窈窕树女系列 好 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和希望和我们联络 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站 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PeggyVOA 也就是P-E-G-G-Y-V-O-A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 拜拜 请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拍摄的